美大选走向玄学 拜登退选并全力支持哈里斯 好莱坞第一神婆预言 两白头翁一蕴一落空 女王戴上皇冠座当中 这究竟是什么意思 我们一起来听 枪声响了 射向特朗普的子弹 击倒的却是拜登 美国时间7月21日传来重磅消息 拜登退选了 在枪击事件后 大难不死的特朗普 胜选概率飙升超过了70% 即便再怎么不甘心 拜登也只好借感染新冠宣布退选 并全力支持提名哈里斯 为民主党总统候选人 同时呼吁民主党人团结起来 打败共和党总统候选人特朗普 看这个架势 难道有好莱坞第一神婆之称的朱迪 海文利要预言成功了 这位预言家在近两年来忽然爆火且在美国非常有名 她的预言多次得到过验证 被称为西海岸最灵艳的通灵女巫 同时也拥有好莱坞第一神婆的称号 她的客户群涵盖了皇室成员 前总统 好莱坞电影明星和国家元首朱迪 海文利曾准确预测了奥斯卡评选结果的90% 除此之外 她还准确预测英国女王在6月将不慎跌倒 并在治疗期间结束统治将王位交给儿子查尔斯王子 以及911事件 韩国领导人的选举结果 英国首相的卸任 以及俄乌冲突的发展等一系列重大事件 令她名声大噪 而她对2024年美国总统竞选的预言是 两个白头翁 一蕴一落空 戴上皇冠者 女王做最终 两个白头翁当然指的是特朗普和拜登 那女王又会是谁呢 难道是拜登退选后全力支持的哈里斯吗 这情节似乎正朝着预言的方向发展 哈里斯动作也挺快的 拜登退选的话刚刚落音 他就开启了竞选活动 并发出首封筹款邮件 不过令他难堪的是 拜登在退选之前 账面上的竞选资金 已经被这老小子一口气掉了93% 这短短十几天花掉上亿美金 堪称吃相难看 拜登眼看 无法连任就不了即将锒当入狱几十年的儿子亨特 拜登 那最后怎么也得给自己捞点棺材本才会甘心了 只是最后剩下那一点点碎银子 真的能令哈里斯绝地翻盘吗 这看起来很难 除非哈里斯也有特朗普偏投杀一样的奇迹发生了 哈里斯如果上 摆明了可能要输 但是戴上皇冠者 女王做最终的可能另有其人 那就是奥巴马的老婆 米歇尔奥巴马 国内的朋友可能不太明白奥巴马的能力有多强 他对黑人和少数族裔的号召力可以帮民主党多催出10%左右的投票率 而美国大选两派的差距其实并不大 又又有五个百分点的区别 如果有奥巴马号召力的加持 这一进益处之间 完全有可能令米歇尔来个大逆转 2016年 希拉里输掉对特朗普的竞选 希拉里怒喷奥巴马 没有出力 也是看明了这一点 对于拜登的退选 以及哈里斯的提名 特朗普表示 在11月的选举中 哈里斯将比拜登更容易击败 同时他还抨击拜登是美国史上最差的总统 美国大选毫无疑问 是2024年最精彩的年度大戏 接下来的剧本 会否真的朝着预言式的玄学 方向发展呢 咱们只能拭目以待了 大家觉得最终是川皇二度加冕呢 还是半路杀出个女版成咬金 成为预言女皇呢 我们就先来了解一下 这位做出预言的朱迪 海文利 以及他预测过的准确预言吧 朱迪 海文利以其独特的预言能力和灵媒技术闻名于世 他的职业生涯中不乏准确预测重大事件的亮点 他的方法融合了心理学 星象学以及深厚的直觉力 使他能够为个人和大型组织提供深刻的洞见 以下是对他职业生涯的进一步探讨 尤其聚焦于他的一些著名预言及其对社会的影响 第一 精准预言的实力 朱迪 海文利在过去的几十年里 凭借其预言才能 多次准确预测了全球范围内的重大事件 包括政治 自然灾害及重要公共事件 其中一些显著的预言包括 一 政治选举 在2008年的美国总统大选中 朱迪 海文利 展示了他非凡的预测能力 准确预言了巴拉克 奥巴马会击败对手 成为美国历史上第一位非议美国总统 这次预测 不仅展示了他在政治分析方面的敏锐洞察力 也显示了他的直觉 在预测重大社会变革中的重要作用 2008年的大选 是在美国历史上一个非常关键的时刻进行的 当时美国正处于多重危机中 包括严重的经济衰退和战争的负担 这使得公众对过去八年共和党领导的政府感到失望 这种普遍的不满为民主党创造了一个强有力的机会窗口 朱迪海文利通过对选民情绪的深入分析 感觉到了一种渴望变革的强烈愿望 他注意到 奥巴马的竞选策略高度强调希望和改变 这与当时美国社会的需求高度吻合 他的口号是的 我们能朱迪认为 这种对未来的积极展望和对现状的明确拒绝 是奥巴马可能获胜的关键因素 朱迪 海文利的直觉能力在他的预测工作中扮演了核心角色 作为一名经验丰富的灵媒师 他能够感知到集体意识中的微妙变化 这些通常是通过常规数据分析 无法完全捕捉到的 他感受到了民众对政治和经济变革的深切渴望 这种感知超越了传统民意调查和政治评论的表面 此外 他也察觉到了选民对奥巴马个人魅力的反应 他认为 选民不仅仅是投票给一个政治平台 更是对一个能够引发情感共鸣和希望的领导人的认同 朱迪的直觉告诉他 奥巴马的形象和信息将能够有效地与广泛的选民产生共鸣 特别是年轻人和少数族裔群体 当选举结果揭晓 奥巴马宣布胜选时 朱迪 海文利的预测被证明是准确的 这不仅增强了他作为预言家的声誉 也证明了灵媒预测在现代社会中可以是一个有价值的工具 用于理解和预测复杂的社会动态 他的成功预测加深了公众对灵性领域的兴趣 并为他在后续的职业生涯中打开了更多的门和可能 朱迪 海文利的这一成功预测不仅仅是个人成就的展示 他还提醒我们在处理复杂的全球或国家事件时 直觉和灵性视角可以提供重要的洞察力 他的工作强调了在高度计算化和数据驱动的世界中 人类直觉和超感官感知的独特价值 总的来说 朱迪、海文利通过这次预测展示了心灵能力和传统政治分析之间的桥梁 为灵媒艺术在现代社会中的应用和认可树立了一个重要标杆 二、自然灾害 在2011年初 朱迪、海文利公开发表了一项令人震惊的预言 声称日本即将经历一次大规模地震 并敦促当地居民和政府采取预防措施 几个月后 这一预言不幸成真 日本东北部发生了历史性的酒 灵级地震 随后引发的海啸和福岛和灾难 对日本乃至全球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这一事件不仅证明了朱迪预言的准确性 也凸显了他在灵媒领域的重要地位 朱迪、海文利长期以来一直以其灵敏的直觉和心理咨询技巧闻名于世 他能够感知到即将发生的事件的灵性迹象 这些迹象常常是通过他的梦境 冥想以及与灵界的交流获得的 当他感到日本可能发生重大自然灾害的迹象时 他没有犹豫 立即公开发表了自己的预测 并警告人们采取必要的安全措施 朱迪在预言中提到 他感受到地球的能量在日本地区极度不稳定 这可能会引发一场大规模的地震 他建议居民审视自己的紧急准备措施 包括储备必要的生存物资和制定紧急疏散计划 他还建议政府审查并加强建筑的抗震设计 以及改进紧急响应系统 尽管他的预警受到了部分人的关注和采纳 但也有不少人持怀疑态度 认为这种预言缺乏科学依据 然而 当3月11日地震真正发生时 那些曾经听从朱迪建议采取预防措施的人们 无一感到庆幸 地震发生后 朱迪的电话和邮件几乎被来自全球的求助信息淹没 许多人惊恐地询问 如何应对后续可能发生的事件 还有一些人开始重新停估对灵媒预言的看法 朱迪尽他所能 通过媒体和个人咨询为人们提供心理和灵性上的支持 他的这一行动增强了公众对灵媒能力的信任 也引发了对预言和灵性实践更广泛的讨论 许多科学界人士虽然仍对灵媒持保留态度 但也开始关注灵媒如何能感知到那些科学仪器上未能检测到的变化 在这次事件之后 一些研究机构开始与朱迪合作 探索灵媒如何能够预知自然灾害等事件 一些初步的研究聚焦于研究灵媒的大脑活动 看是否在进行预言时有异常的神经活动模式 虽然这些研究还未能提供确切的解释 但他们开辟了科学与灵性领域交流合作的新途径 朱迪海文利通过这次预言的成功 不仅证明了自己作为一位灵媒的能力 也推动了公众对灵性现象的认识和接受 这场地震虽然带来了巨大的破坏和悲痛 但也提醒我们在现代科技极其发达的今天 仍有许多未知的领域值得我们探索和理解 通过开放的心态和跨学科的合作 我们可能会发现新的方法来预测和应对未来的挑战 三 名人事物 朱朱迪 海文利的预言能力再次得到验证 当他准确预测了英国王室中的一系列重大变动 特别是涉及哈利王子和梅根 马克尔的事件 这些变动不仅在王室内部引起了震动 也引发了全球媒体的广泛关注 朱迪的预言包括哈利与梅根的婚姻 以及他们随后做出的退出王室高级成员的决定 这些事件均在王室历史上留下了深刻的印记 朱迪在哈利王子与梅根 马克尔订婚之前不久 就感觉到了即将到来的变化 通过他的灵感 他预见到这对夫妇将给英国王室 带来前所未有的挑战和改变 朱迪预言这对夫妇的联盟将是非传统的 他们的选择将对王室的传统和操作方式产生深远的影响 2018年哈利王子和梅根 马克尔的婚礼在全世界范围内被广泛报道 并被视为一场现代童话的实现 然而朱迪预见到这段婚姻背后有着更复杂的故事 他指出尽管这对夫妇表面上看似拥有一切 但他们将面临来自公众和媒体的极大压力 这最终会促使他们做出一些非传统的选择 当哈利和梅根在2020年初宣布 他们决定退为王室高级成员时 这一消息震惊了世界 朱迪的预言得到了验证 他早已预见到 这对夫妇将寻求更多的个人自由和独立 以追求自己的价值观和生活方式 这一决定标志着英国王室现代史上的一个重要转折点 引发了对王室未来和其成员角色的广泛讨论 哈利和梅根的决定引发了全球媒体的持续关注和公众的热烈讨论 一方面 许多人赞扬这对夫妇的勇气和追求自我实现的决心 另一方面也有批评声音认为他们的行为给王室带来了不稳定和分裂 朱迪的预言中提到 这种分歧和讨论是不可避免的 但他也强调了这将成为王室适应现代社会期望的一个机会 通过这一系列事件 朱迪 海文利的预言不仅展示了他作为灵媒的非凡能力 也凸显了从灵媒视角观察和解释世界大事的独特价值 他的预言帮助人们理解即使是看似传统和固定的体系 如英国王室也可能面临变化和新挑战 这提醒我们 在理解和预测重大社会和文化事件时 开放心态和接受多元视角的重要性 朱迪 海文利通过他的预言 不仅为关注王室的人们提供了洞察力 也为那些对心灵现象持开放态度的人提供了思考的途径 展示了灵媒能力在现代社会中的应用和重要性 这些准确的预言不仅增强了他作为预言家的声誉 也让他成为媒体和公众关注的焦点 人们对他的预测充满了极大的兴趣和信任 第二 社会贡献 朱迪 海文利的工作超越了个人咨询 他通过参与公共演讲和撰写书籍 教导人们如何利用自己的直觉力来改善生活质量 他的书籍和讲座经常探讨如何通过精神和心理技巧来面对日常生活的挑战 提倡一种更加和谐与自我意识的生活方式 第三 个人理念和教育 朱迪坚信每个人都拥有潜在的直觉能力 这种能力如果得到适当的培养和信任 可以帮助人们做出更好的决策 从而提高生活质量 他通过他的工作 不断激励和教育人们如何识别和发展这些内在的能力 第四 直觉能力的重要性 在朱迪的理念中 直觉是一种深层的内在智慧 是人与生俱来的感知能力 通过它 人们可以感知到超越日常逻辑和感官经验的信息 他认为 这种能力不是超自然的礼物 而是人类共有的一种基本能力 只是在现代社会中 这种能力常常被忽略或未被重视 朱迪在他的工作中使用直觉来预测未来的事件 并指导人们如何在面对生活的选择时更加信赖自己的直觉 他通过个案咨询 工作坊 书籍和演讲等多种方式 教导人们如何识别 培养和运用直觉 第五 教育和培养直觉 朱迪开设的工作坊和课程旨在帮助参与者开发他们的直觉能力 这些课程包括冥想 意识觉醒 能量感知等技巧 旨在让学员学会如何静心聆听内在的声音 并在日常生活中实践这些技巧 他强调 通过持续的练习 任何人都可以提高他们的直觉感知 这不仅可以帮助他们做出更好的决策 还可以增进个人的心理和情感健康 朱迪的书籍中充满了来自个人经验的实用建议 他详细描述了他如何在面对重大生活决策时依赖直觉力量 他的写作不仅提供了理论框架 更注重提供具体的实践指导 帮助读者能够在自己的生活中应用这些原则 第六 影响和改善他人生活 通过他的工作 朱迪不仅帮助人们遇见未来或警示可能的危险 他更致力于教育人们如何通过发展直觉来增强个人的生活质量 他认为 直觉是连接个人内心与更广阔世界的桥梁 通过培养这一能力 人们可以更深入地理解自己和周围的世界 他的教育工作已经帮助无数人发现了自身的潜力 许多学员报告说 通过朱迪的课程 他们不仅在职业上取得了成功 更在个人成长和精神寻求上获得了重大进步 最后 朱迪 海文利作为一位卓越的灵媒师和预言家 他的生活和职业展示了深入人心的洞察力和强大的直觉能力 他的成就不仅在于他所作的预言在全球范围内得到了认可 更在于他如何使用这些能力来影响和改善其他人的生活 朱迪 海文利的故事是关于信任和培养内在直觉的力量的故事 他的生活和工作持续激励着寻求精神成长和理解的人们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